放榜后考生如果希望继续升学 除了资助大学还有其他选择 有学生辅导顾问建议 考生要选择符合自己能力的安排 每年放榜总会有人欢喜有人愁 一收到整个单就立刻哭了出来 2015年文贫市考生吹事 回想六年前放榜一刻 分数入不到八家资助大学 最后报读副学士 希望两年后涵接八大课程 都有一份强大的心 因为没有人100%保证 你可以读完两年后 就顺命升上大学 除了看成绩 还要综合推荐讯 面试表现等各种因素 Tracy说有反省自己 过去太过懒散 加倍努力后 涵接上香港大学文学院 现在已经是一名中学教师 我读完两年阿蘇之后 就升上E3 其实跟我当年 就升大学同学的年级是一样的 我自己是经过了多一层 这个阿蘇的苦难 经过多层这样的困难 但正正是有这个困难 我成功跨越了 塑造到今天这个耐心比较坚强的我 所以也很希望用自己过往的经历 鼓励现在的学生 千万不要那么容易放弃 除了算赚合自己的出路之外 为考生自己的努力和决心都很重要 有学生辅导顾问认为 考生成绩如果未如理想 可以考虑重考或者报读副学委课程 但要先知考成绩不理想原因 这个不理想的原因是否可以透过多 例如半年八个月的时间可以去克服 如果他透过多一些学习 或者操练可以有进步的话 这些同学去选重考的机会就会好些 无线电视记者张永恩报道